好,哈喽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是4月12号,星期三 前一段时间呢,美国的众议长麦卡锡罔顾中方的警告,会见灿美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结果呢,导致了台海的局势再度升级 解放军呢,也是果断对台发起反制 除了制裁之外呢,还台岛战备巡警和联合力剑演习同时启动 以实际行动呢,威慑,美台勾连 相比于去年佩洛西窜台引发的围台军演 这次的演习的规模呢,显然更大 据环球晚的报道,山东舰航母编队在首次进入西太平洋之后 在台岛的东部海域正式加入对台的模拟打击群 这是山东号航空母舰首次参加台海演习 而此次演习的主要方向呢,便是对美国尼米兹 航母打击群的拒织战略 据悉啊,在大陆开启围台军演之前 美国尼米兹航母也是在台岛的周围海域一带活动 这也被这个岛内的这个台独分子呢 看作是救命稻草 指望美国能带着日本一起 采取军事行动,对大陆施压 然而,面对解放军声势浩大的围台军演 美日两国却是色力内人,选择避开了中国大陆的锋芒 曾叫嚣台岛有势就是日本有势的日方 在看到解放军开启围台军演之后呢 除了发了一通口水的表态之外 也没有任何的实际的军事行动 近日,根据日本内阁官方长 关松野薄一表示 日方非常关注中国大陆在台海周围的军事演习 并声称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 不仅关乎日本的安全 也对国际社会的稳定性有着重要的作用 显然而,日方不愿过多的平数解放军的围台军演 也没有表明是否会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 只是在单纯的阐明台海稳定的重要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日本仍然有意介入台海的局势 并妄图将台湾的问题国际化 拉拢更多的国家对中国大陆施压 但日本自己却并不愿意军事介入 相比于日本 美国的态度无疑强硬了很多 根据新闻报道 美国国服务院发言人近日对外声称 中美双方一直保持着沟通 美方也是呼吁中国保持克制 不要改变现状 同时他还强调 美方正在密切的监视北京的行动 并扬言华盛顿已准备好履行自己在亚洲的安全承诺 然而美方嘴上叫嚣准备介入 美军的行动却展现出了美国的心虚 在山东舰5号前往西太平洋的时候 美国尼米兹号航空母舰 也是持续朝台湾岛方向前进 一度与山东舰相距仅200海里 互相处在对方的攻击范围之内 然而在解放军开启环岛军演之后 山东舰就前往了台湾东部海域 而尼米兹号却掉头北上 果断远离了台岛 这不禁让人想起去年护送落派西 灿台的里根号航空母舰 在面对解放军环台军演的时候 也是做出了类似的反应 那么最近不断鼓吹对华开战 扬扬要出兵保护台湾的美方 为何一看到解放军的动作就开溜呢 我分析了一下应该有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首先美军此举透露出的信息 显然是不想干涉解放军围台军演 避免在紧张的时刻产生误判 引发中美之间的直接冲突 这个实际上美方想要以华制裁 本就是希望在避免中美冲突的前提之下 尽可能的阻止中国完成两岸的统一 因此最近美国政坛发出的种种强硬的言论 目的就是要营造一样一个紧张的切分 进一步向大陆施压 真正军事介入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小的 其次台海是中国的近海 美国在周边能够迅速调动的力量 不足以与解放军抗寒 这个毕竟一旦大陆动用梧桐的选项 无疑会像围台军演一般 在多个方向对台采取行动 到时候美军若敢喘入台海 面临的不只是解放军航母 还有大陆的这个暗机发射导弹 甚至其在关岛的军事基地呢 都难以确保百分之百的安全 美方在台海附近丢了面子 自然也是想找回厂子 在美国航母掉头之际 美国的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 再次传入南海 恶意挑衅中国在南海群岛的主权 对此中方也是早有准备 此前在南海开启了长达38天的军演 就是为了防止美方唯唯救赵的把戏 因此呢 解放军第一时间跟踪监视 并成功的将其驱递 可以看出啊 在维护中国主权方面 解放军已经越来越自信 敢于直面美国的军事威胁 相反 随着局势越发紧张 美方的纸老虎本性已经暴露无遗 所以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呢 我相信啊 台海两岸的统一 也是指日可待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麻烦点个赞订阅一下 好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